其实呢我不光光在这个小技巧性上面有所表现啊 我还有我自己还研发了一个节目 这就是这个鱼竿 我在一次钓鱼的时候呢 我这样抽着抽着鱼竿 这个鱼竿上了一条鱼 然后我这么说不回来 我就想这个鱼竿啊 它这个街头就像那种有种那个螺丝那种形式啊 一走一下它就回不来了 我就想这个球如果放在鱼竿上转 它不是很有震撼力吗 所以我就这样一想之后呢 我就回来家练 也练了练了好多年 我终于把这个节目给它练出来了 今天我在这个现场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不好 好 好 来 掌声欢迎 鱼竿不短吧 一般都挺长的 这个鱼竿是几米 五米多的 我以为就这一根 就这一截呢 没想到它往身上去啊 这像个海豚表演啊 还有震撼力啊 还有震撼力了 我都看不见那个球了 还有震撼力了 还有震撼力了 天呐 太棒了 哇 这怎么下了 这个 这个 哇 哇 这个太棒了 太棒了 丁老师 您这节目太成功了 但我想问您个问题啊 您这个最高能多高 十五米的鱼竿 这个鱼竿比较短 因为这个舞台的高度有限 要不咱们能不能给导演说一下 咱们到户外挑战一下 对 可以吗 没问题 真的 我同意 我跟导演说 来 接下来 我们到录制现场之外找一个 相对来说适合他表演的场地 让我们的丁有益老师来挑战一下 他今天究竟能用多高的鱼竿 来顶这个篮球 大家看一下有这个干的到底多少啊 这个ORDING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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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 成功了 耶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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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啊 中文字幕——YK